政府监控这个事,王一川说的这个事,我跟你说,就是说,肯定有,但是就是最后不能承认,最后的结论就是说,王一川肯定是说我自己瞎掰,丢足往去,因为这个事情,从技术手段上来讲,肯定是可以实现的。 你到了这个地方,你到了这个区域,你的手机号码,到哪个地方,这个电信公司是一踏一个转,因为你看我们导航,开车导航,到哪去,那地图上精度不超过十米,三米,所以就是说电信公司从技术手段上来讲,控制这个知道每一个人的具体位置,每一个号码的具体位置,那是, 一点难度都没有,那我,不好意思,我请问一下,那你觉得,你有被中国大陆政府监控吗? 那我这个是妥妥的,全都,数据都在,都在,都在,都在人家掌控之中,OK,OK,好,你觉得你们也有就对了, 这个监控这个行为,不管它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就是你的这个行动已经在别人的了解的这个范围里头了,至于这个了解的这个范围是不是拿出来给某个政党团体所利用, 这就不一定了,这个就是说给到哪集利用,这个就说不清了,就是说王一川说的这个话,他肯定是能够能够实现的,而且就是说他说的那么具体,而且他说的那么具体,可能操作的这个行为就这么像,这个可以认为他肯定也是在做这个事情, 但是这个事情是不能承认的,OK,所以最后的结论就是说,王一川说他自己在吹牛逼,这个这个事情,这个信息泄露这个事情就没有了,然后丢足宝具,牺牲王一川一个人,其他的这些这个电信公司啊,或者是说政府部门啊,或者民进党啊什么,都没有关系了,就是说没干坏事儿, 我估计这个事情的结论最后是这样,你要说,我要不说,王一川说我没吹牛逼,我肯定有这事儿,那就这事就黑夜去了,你这信息数据哪来的,对不对,你怎么比对出来的,这下一阵就拉出一大串了,你说有没有在监控,监控当然有被监控了,这个监控的手段早就能够实现了,美国那边早就能够实现,对吧,只不过你这些不应该说呀, 不应该在这样的频道中,你节目中说出来,而且那个使用的话是在安全部门,然后就是行针,他会用到这些手段,然后你用到这个一些政策上运动上,我这个是完全是自杀的行为,我们也关注这个事件最后会有什么结果吧,挺有意思的,我现在不看电视剧,我就是看台湾的这些政策节目,挺好玩的,每天跟踪啊,挺有意思, 这个也是一个抵挡企图的,挺不错的,赖清德的粉丝吗,是的,我其实今天非常生气,包括这个杰克说的,还有这个蓝营立委说的,这完全是只遭骂怀,我说了什么东西,只遭骂怀,你不要有一搭没一搭,你讲出来嘛,什么东西,嗯,这个我说这个真的是批评王毅川嘛,我觉得是暗指我们赖清德, 非常的过分,你们赖清德,我想批评这个国民党,可以吗,可以可以,导播麻烦在他的这个名字上面,25岁苏州赖清德粉丝,好不好,好,来,你继续,我想批评国民党,你明明在大陆的时候,什么中统特务局,军统特务局,这个疯狂的监视我们人民,然后,对我们老百姓,这个所谓的中华民国,在大陆地区的 老百姓是这个中共,叫共匪,我们跑到台湾来,就高举这个民主自由的旗帜,这个所谓的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来批评我们这个赖清德,非常的过分啊,我们赖清德只是说,这个学习一下你们国民党的一些这个贵的这个经验啊,好的经验学不到,但是,民党总是能学到一些坏的经验,就只是干,干你们国民党干的事情,居然要被你们这样批评, 我非常的生气,为这个赖清德喊冤,你们这个批评,义川,其实就是暗指赖清德,非常的过分 OK,就是国民党当年在大陆,也在这里监控老百姓啊,在台湾也在白测恐怖,监控民众,那怎么赖清德就不行啦,是不是这个意思 是的,是的,为什么赖清德不行,双重标准,很过分 我作为赖清德的信徒,我今天非常的生气,要求这个国民党给我们大陆老百姓道歉,国民党这个反动派 好,好,那个 我今天就说这么多谢,刘杰克 你认真的,就这样,你上来替赖清德抱不平了就对了 好,等一下,等一下,那我多问你两句,那你为什么是赖清德的粉丝 对,他促进了我们两岸快速统一 帮我们中共写好了这个讨贼西文 什么意思,自身为贼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是我们中共要武力统一的话,如果是这些国民党反动派的话 他就会造德绑架,你说我们是同胞 你不能动手,我要赚你钱 这个五十年后,一百年后,我们在和平统一 但是赖清德帮我们写好了讨贼西文 自己化身为那个贼,来帮我们中共写好讨贼西文 哦,就是你觉得赖清德他促进了两岸统一 你可以统一排除了障碍是不是 对啊,这么高尚的一个人格 我觉得我作为他的信徒 他还是一个非常有这个偶像气质的领导人 我非常认可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领悟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